熊孩子掀了我妹的裙子 还用烧烤牵扎他的腿 嘴里嚷嚷 我是未成年 杀人不犯法 我一脚把他踩在地上 巧了吗不是 我是精神病 杀人也不犯法 娃娃WiFi提醒 好看的全文又来咯 报复报美的宝子们 能能借用你们的金手指 戳个小赞赞呢 感谢支持 下面证文开始 医生说我有严重的反社会人格 其实我也不太懂 那人踩我妹一脚 还骂人 我怎么就不能砍死他了 在精神病院治疗五年 院长和主治医生 轮番对我进行一对一指导 教我怎么出院 院长说 你还不出院 我就要住院了 我拉他的手 我还挺舍不得这里的 炖炖肉 嘎嘎香 院长破口大骂 放屁 你来第一天说没肉吃 提到追着厨师赶了三个圈 现在哪个厨师赶来咱们医院做饭 这批人 我还是从隔壁市里招来的 还是我的主治医生懂我 你还不回去 你妹妹都等着急了 我还有个妹妹 她今天特意来接我 电视里说 女孩子读书容易被欺凌 我得去保护她 回去了路上坐地铁 把我买的包子都挤扁了 我气得又要抽刀 结果从兜里抽出张纸条 正面写着 杀人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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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面写着 坐牢了 妹妹没人照顾 我低头看了眼面前的妹妹 两个长长麻花辫 她正好也抬头看我 眼睛弯弯 里面似有星星 哥哥别怕 一会就到了 我想起来小时候也是这样 我一遇没朋友 有时候还会被别的小孩丢尼巴 说我是怪物 妹妹总是插着 要把他们骂走 转身给我一包糖 哥哥别怕 我保护你 我钻紧纸条 摸摸她的头 嗯 哥哥不怕 视线却落到她身后 一个脸上流油的猥琐男 贼没鼠眼 眼神乱飘 假装不经意地挤到妹妹身后 我护住妹妹 一只腿往前伸 恶心的爪子 趁人不注意往里探 摸到了我滑溜溜的 骨丝头肌和腿毛 她抓了两把 感觉不对 慢慢抬头 和我四目相对 我微笑 爽吗 她瞳孔地震 跟个尖叫机 成精似的的 啊 变态呀 嘿 变态还会喊变态 我听到耳膜直颤 想要捏爆她的喉咙 低头看了眼妹妹 最终把一坨形状奇特的包子 塞到她嘴里 我是好哥哥 不能吓妹妹 本来这是就一小插曲 没想到这么有缘 回去后我又和那狗崽子遇上了 我妹在镇上初中读书 周一到周五住校 我去镇上买点生活用品 经过一条小巷 忽然一人 从背后狠狠拍了下我的脑袋 我猝不及防 往前栽了好几步 一回头 正是那满脸 流油的猥琐男 身后还跟着三四个 神色不善的男人 每人手上拿把砍到 吴哥 我上次跟你说的死变态就是他 没想到又被我们遇上了 被称为吴哥的 俨然是头头 吐了烟 脚尖碾了几下 妈的 干他压的 最恨这些变态了 真他妈恶心 我警惕地望着他们 故意捂住自己的钱包 你们干什么 我可没钱 猥琐男上前一把抢过钱包 翻了半天 底朝天抖了几下 才掉出一个硬币 他捏住硬币 把完几下揣兜里 穷成你这样的 也算是个人才了 这他妈比我脸还干净 放屁 你那满脸猪油 有我钱包干净吗 我眨白了眨白大眼睛 确保自己的表情人处无害 我说没钱 现在我可以走了吧 吴哥大手一挥 微微低着头 耿着脖子跟个智障似的 西瓜刀横在路中央 我说让你走了吗 哦 这人不会觉得自己很帅吧 吐了 我假装慌张 指着监控 你们可别乱来 这里有监控 猥琐男嘿嘿一笑 你小子别想唬人 没想到吧 这里监控早坏了 什么 有着好事 早说啊 嘿嘿 我瞬间来了精神 搓搓手 嘿嘿 是兄弟就来砍我 也许是我身色太嚣张 无可恼羞成怒招呼一声 几人蜂拥而上 我更兴奋了 标准的混混打法 看似凶狠实则不致命 这兄弟行家呀 我伸手挡了下 灵活躲过前面的无可 几步冲到后面 一脚踹翻为锁男 抢了他手里的刀 这人一看就是平常纵欲过度 跟个软脚瞎似的 一下就倒 我一脚踩住他手指 上次让你跑了 还打来老子面前凑 怎么样 腿好摸吗 给你摸个够好不好 一刀下去 雪花绽开 我的血液都要沸腾了 刷刷刷连砍三刀 血溅到我脚尖 我开始站立 兴奋的不行 惨叫声连绵不绝 真是悦儿 我愉悦的吹了下口哨 蹲下来抹了点血液 甜了甜 用刀轻轻的 把他手指割开 真是漂亮 来就用这手摸我 给你摸好不好 我草 吴哥傻眼了 两眼充血 死变态 老子杀了你 我缓缓转头 阴侧侧盯着他 嘴角还挂着诡异的微笑 面对迎面落下的砍刀 我不闪不躲 只是拿刀 正对他的头而去 这就像两辆车 开足马力对撞 谁怂谁死 我草 你他妈来真的 关键时刻 吴哥耸了 偏了头 躲了刀 我一刀空 头却被刀柄砸个正正 我没放弃 再接再厉 争取这一刀 一定砍个好头 他这才反应过来 丢了刀掉头就跑 你他妈没说变态 是这种变态啊 我还没反应过来 他又折回来 连拉带拽 把躺地上的猥琐男也拖走了 还挺讲义气 这怎么行 我提刀就追 不得不说 在生死面前人的潜力 是无穷的 我拿着刀 追了三条街 愣是没追上 刚准备坐在台阶上 喘口气 忽然出来几个人 把我给摁住了 我这才看清 那几个狗崽子 竟然跑到派出所去了 吴哥见到我大喊 警察 救命啊 有人变态杀人狂 要杀我 我瞬间无语 你赌人还报警 有没有一点职业精神 你瞅瞅 自己有出息部 你还有脸 在这一带混不 猥琐男浑身流血 翻着白眼 被我一瞪 终于晕了过去 众人手忙脚乱 像拖死狗一样 拖上车送医院去了 几个警察围住我 老实点 杀人杀到派出所来了 你挺嚣张哈 我双手一摊 我什么时候杀人了 有证据吗 别乱说 我就是跑会部 锻炼锻炼 警察 你压到我瞎呢 你的刀都在滴血 你跟我说跑步 我 哦 路上捡的 准备回家开个呱 洗洗还能用 下一秒 显示屏打开 附近的监控调除 一直回溯到刚才的巷子 我拿着刀砍人的画面 分外清洗 正是我头顶的监控 连我的表情 都拍得清清楚楚 曹 曹帅了 我妄想无歌 恨铁不成钢 你不是说监控坏了吗 踩个点都踩不明白 就你这业务能力 你说你能干点啥 前因后果很是明了 警察选择各打二十大板 把我们一起教训了一顿 一天天不干正事 拿个刀 你以为你是黑社会老大呢 还有你 得理不饶人 拿了刀就要砍人 咋地 不杀人不罢休是吧 这是法治社会知道吗 我诚恳地回答 不是 我想把他们都杀了才罢休 警察愣了一下 你说什么 无歌顿事不干了 警察你看看 小飞现在还躺在医院 不省人事呢 他这是故意杀人 他都承认了 我吃笑 你呀懂不懂法 你带着刀 我杀哪门子人 这时候 一个小警员匆匆跑进来 郭队 刘小飞验伤 结果出来了 几人瞬间围上去 结果怎么样 警员顿了顿 忘了我一眼 一言难尽 无歌一个亮枪 如丧考笔 嚎啕大哭 难道没抢救回来 小飞呀 哥对不起你呀 不是 已经醒过来了 结果是 轻微伤 哭声戛然而止 什么 郭队一把抢过验伤报告 全身13处伤口 鉴定结果为轻微伤 你挺厉害呀 我黑黑谦虚 还行还行 轻微伤 刚好不够行 笑死 我倒是想直接杀了他 可惜这个社会 对我们反社会人 是不太友好 警察叔叔 那我可以走了吗 你涉嫌打架斗殴 按要求是应该拘留 考虑到你正当防卫 情节成立 为造成严重后果 来签个字就可以走了 无歌傻眼了 什么正当防卫 他明明要杀人 我说实话 作为一个在法律边缘 游走的人 法盲到这个程度 我都替你脸红 走完了手续 郭队语重心长的嘱咐 现在是法治社会 回去后少做违法乱计的事情 不要动不动喊打喊啥的 我表情无比纯良 好的 警察叔叔 知道了 又在郭队转身的瞬间叫住他 警察叔叔 我要报案 我被抢劫了 我调出刚才的监控 画面停在猥琐男 捏住我硬币揣斗里的瞬间 我被团伙持刀抢劫了 这就是证据 无歌不敢置信 就他妈一个钢瓣 哎 想不到吧 一块钱也算抢劫 警察沉印一下 如果你执意要追究的话 按照规定 我们应该受理 旁边年轻的警员 没忍住扑斥一笑 又连忙捂住 对着我们连连摆手 不好意思 我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一般情况不会笑的 旁边抽着烟 拿着手机摸鱼的老警员 就大方多了 黑黑一笑 拍着无歌的肩膀 哥们 也不都是坏消息 你还破了记录了 破了我们抢劫金额最小记录 无歌等人还一脸呆若目击 他怎么也想不到 刚刚还被人拿着刀追着砍 怎么到了派出所 就变成自己喜提音手镯了 试了服衣去 深藏功与民 我满意走出 又被一个声音叫住 等等 我刚刚查了他的档案 他还不能走 坐在电脑前 对不起眼的小警员站起来 我刚刚听到他说要杀人 就查了他的档案 他之前在精神病院治疗 我怀疑他是跑出来的 我默默脱下外套 露出里面广告衫 上面写着 是精神卫生中心出院留念 又掏出一个红色小本本 警察叔叔别乱说 我可是合法出院 小警员坚持 我刚才听到他说 想把所有人都杀了 结合他的行为 我怀疑他没有达到出院要求 警察很快给医院打了电话 我们怀疑 此人无法达到出院标准 请你马上安排人过来 给他做个心理评估 挂断前 我听到院长亲切的嘀咕 你才不能出院 你全家都不能出院 医院停远 我们等了一个多小时 我的主治医生才到 我热情的跟他打招呼 王医生 我怪想你的累 他熟练躲避 一脸嫌弃 我可不想你 自从你出院后 我精神状态好多了 听完了前因后果 他望着无歌 恨铁不成钢 你压着他干什么 他住院五年 被玩了刑法和解剖学 自己守会了一百多张人体结构图 写了一本小说名为 完美杀人手法 来医院第一天 追着厨师砍了三圈 就因为没吃到肉 正义小警员惊呼 就这样还能出院 医生推了推眼镜 理直气壮 怎么不能出院了 你们看他精神状态 难道不稳定吗 怎么 你怀疑我的能力 郭队指了指我 还请你给他重新做个心理评估 我怀疑他没有达到出院标准 医生打开电脑 调出试题 和我对视一眼 我熟练地开始做题 用医生和院长教我的方法 几乎不需要思考 直接选择 与人发生争执 你第一反应想怎么做 第一反应当然是砍死他了 但是医生说了 做这个题目必须要反着来 选我最不想选的答案 于是我选择 与人为善不予计较 用这个方法 我很快就做完了题目 结果显示我情绪稳定 把与人为善当做人生准则 是一个温柔有理的好公民 医生看着结果 甚是满意 你看看怎么不能出院了 我看能 非常能 好了 我爹正在娶媳妇 没什么事 我走了 耗了一整天 等我出来的时候 都已经是下午了 今天妹妹回来 我开心的去菜市场买了只鸡 给她炖点好吃的 补补身体 回来半路上一个小孩 拿着个玩具枪 围着我跑跑跳跳 丢丢我是警察 打坏蛋喽 打死大坏蛋 玩具枪晃晃悠悠好几次 差点打到我 让我烦不胜烦 见我不搭理她 她更加变本加厉 砰的一声 腿上刺痛 橡胶子弹滚落在地上 小孩欢呼 哇 打到大坏蛋喽 我是警察 我是大英雄 我终于停下来 笑眯眯的问 大英雄 你爸妈呢 小孩 我爸妈在茶馆打牌呢 说赢钱了 给我吃大鸡腿 我反手两个大逼兜 爸妈不在 还TM这么嚣张 把你的枪给我 不然我打死你 身后爆发出震天好哭 我拿着枪 心情十分愉悦 丢丢 打坏蛋喽 可我回家看到妹妹的那一刻 表情瞬间僵住 记忆中 妹妹永远是温柔阳光的模样 一双麻花便 像绸缎一样顺滑 脸上永远是最明媚的笑容 每一次我情绪失控的时候 周围所有人对我无比恐惧 只有妹妹会坚定地握住我的手 她掌心的温度 会若有若无地扶过我心间 让我变得平静 可她今天头发被扯得乱蓬蓬的 语气异常平静 是谁 她紧张看我一眼 赶紧跑过来 像小时候那样握住我的手 没事的 哥哥 见我没什么表情 又故作轻松地笑 我也没吃亏 我给了他们一人一口识味脱把 哈哈 你是没看到他们的表情 笑死我了 哥哥我厉害吧 他们 很好 还不止一个 我揉揉妹妹的头发 轻轻地笑 是吗 那也太厉害了 妹妹吃了鸡肉 夸张地瞪大眼睛 这比餐馆做得还好吃耶 哥哥也太厉害了 一整个周末 妹妹都黏着我 哥哥陪我做作业 哥哥 我想吃你做的排骨 哥哥 老师说 要把我的作文 推荐到市里 去参赛呢 我厉害吧 哥哥 美术课要教手工作业 你以前教我做麻尾草扫兔子 我不记得了 你快教教我 我总是笑眯眯地回答 好 我陪着妹妹 过完了我这五年来 最愉快的一个周末 我知道 这小丫头是故意黏着我的 小心翼翼 让我感觉被需要着 这世界上 怎么会有这样好的女孩子呢 这样的女孩是我的妹妹 你说我该有多幸运 这样好的妹妹 竟然有人欺负她 你说那些人该不该死 我还没找他们 他们倒是找上门来了 周六傍晚 我在房间里给妹妹炖排骨 妹妹在院子里 拿着语文书 摇头晃脑的背骨文 几身狗肺 我抬头往窗子里一看 是乡下的土狗 黄黑相见 后面跟着几个学生模样的小男生 手里拿着一把烧烤 围手的男孩忽然猥琐一笑 掏出一盒鞭炮 趁她不注意丢在她身上 啪 我妹尖叫着摔在地上 我疼的放下排骨 拿了菜刀往外走 那小畜生笑嘻嘻跑过去 掀了我妹的裙子 哟 大母牛 穿粉色呢 勾引谁呢 这么不要脸 我妹在这种情况下 竟然不是尖叫 而是紧张的朝里面望了一眼 看到我出来 白了脸色 推了板的小畜生 我今天没功夫和你扯 你们快走 她的行为反倒是激起那几人的兴趣 咋了 家里藏野男人了 怕人看见 我妹焦急 又推了她一把 我说真的 快走 没想到却引得那小畜生暴怒 反手一把烧烤签子 朝我妹扎来 CAO 你他妈推谁呢 此时 我离外面的院子只差一个门槛 我怒急大贺 干什么 那小畜生吓得手一抖 几根签子掉下来 由此蹭了我妹一身 铁签砸到她腿上 我跳起来飞起一脚 把她踢出去机里远 那土狗最先反应过来 对我丰沸 我拿着菜刀 现在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 这一刀下去 就能让她伸手分离 让这个小畜生家里提前吃喜 让她去死 关键时刻 我妹拉住了我 满眼哀求 其他几个人都被吓傻了 白着脸一溜烟跑没影 那小畜生也刚刚反应过来 哽着脖子大喊 还真有个野男人 你他妈有种就杀我 还有这种要求 不满足他都对不起我自己 我妹妹却死死拉着我的刀 哥哥不要 脚下的小畜生 开始疯狂挣扎 红着眼怒吼 汪西月 你果然是个小贱种 谁都就不了你了 我回头对妹妹轻声说 乖 去屋里等哥哥 排骨还没焯水 却帮我把排骨放到锅里去 妹妹文言沉默一瞬 乖乖跑进去了 不一会儿 他又出来了 手里拿着根断掉的扫帚把 递到我手里 哥哥 用这个打一顿就行了 为他不值得 你忘了一声怎么说了吗 我以后可以考大学 考研 赚很多钱 我们都不要为垃圾断送了未来 我终于把菜刀丢在地上 小畜生见这一幕 欣喜若狂 以为机会来了 你敢打我 我一定要杀你 我抬脚踢在他嘴上 为了他一口泥 你这嘴巴是吃屎长大的吧 这么丑 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和成年人的力气差距悬殊 这小畜生也是执着 被我打十几棍子 趴在地上又爬起来往前冲 我愿进他为平头哥 开心的又给他一棍 在我要给他二十三棍的时候 伴随一声犬吠 忽然一个黑影把我扑到地上 农村里的土狗精壮得很 脚尖又有灵性 凶狠地咬住我的肩膀不松口 小畜生眼前一亮 肿的嘴喊 大黄 把我咬洗他 说着趁此机会 一个发狠 捡起地上的烧烤签 砸到我身上 一脸很近 我是未成年 杀人不犯法 我挣扎了一下 肩膀剧痛传来 这种土狗平常 在村里打家打惯了 都是发狠不松口的肿 我试了几次都不好发力 余光忽然看见地上的菜刀 我忍着剧痛抓住 用尽全身的力气砍下去 一声凄惨的哑叫 咸洒了我一脸 土狗肚子 被我划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 就算是这样 这狗也没松口 去死吧 我转头见到几根铁签 正朝我的眼睛狠狠扎来 身体被土狗死死压住 一时间已经躲避不及 关键时刻 我妹拿着把锅铲出现在他身后 用尽全身力气 狠狠敲在他头上 他猝不及防被打偏了方向 铁签在我脸上 划出一道血痕 小畜生猛了一瞬 回头正要开骂 天降锅铲如雨点 一般朝他头砸下 只见我妹两手握着锅铲 紧闭着眼 紧张得要死 却丝毫不耽误手上动作 如敲狼头一般 砰砰砰打个不停 啊让你伤害我哥 我打死你 打死你打死你 我扑吃一笑 这丫头 一时间小畜生被打得晕头转向 我也得以喘息 反手一刀割了死狗的脖子 硬生生把狗嘴掰开 土狗乌叶几声 在地上抽搐几下 我走过去 拉开我妹 推进屋里 然后一脚踩在小畜生头上 别开嘴 巧了吗这不是 我是精神病 杀人也不犯法 那小畜生仿佛才清醒过来 看到我一身燃血 脸上的血迹滴滴答答落到地上 一副厉鬼索命的模样 一枪孤勇忽然散去 眼神惊惧 终于开始绝望 你不能杀我 我叔叔是黑社会老大 你敢杀我 他一定会杀你全家 我气定神仙蹲下来 现在害怕 晚了 你知道我要怎么杀你吗 说着 狗头咕噜滚到他眼前 一个孩子哪见过这个场面 怪叫一声 下身一滩有色液体渗出来 我 人头比狗头难度 只怕要两刀 我又次拉一声 把狗肚子划开 一堆马赛克散落一地 我渐渐感觉脚底下的人不挣扎了 眼神痴滞 喉咙里发出呵呵的声音 对我的话也没什么反应 这怎么够 我抓住他脖子 把他的头摁到狗肚子里 小母鸟 这么小眼里 就只有雌性身上两坨肉 看来是兽性还未开化 来 浑身都成筛子 我没再打他 而是把他鞭炮掏出来 一根一根扎在他裤腰带上 引线缠到一起点燃 喜欢放鞭炮 来给你放好不好 来让我看看 什么是他妈的连环想炮 一时间院子里霹里啪啦 冒着白烟 院子外想起震天豪哭 我的儿啊 跑掉的几个孩子 喊了家长过来 女的还在门口豪哭 难带了工具的 怒吼一声 狼头朝我砸来 我还是那个打法 你砸我脑袋 我砍你头 公平 在那无能狂怒 你等着 我要弄死你 说着开始打电话 狠狠让对方多带几个人来 看来是小畜生口中 那个黑社会老大叔叔 结果电话里越说 脸色越难看 到最后颓然挂了 你的连忙抓住手机 怎么样 小飞什么时候来 男人白着脸 小飞出事了 被人砍了几刀 现在还在医院 吴哥他们也犯了事 进去了 嗯 这名字有点耳熟 地方小就是好 来来去去 就那么几个人 我好心地提醒他 你们说的 不会是刘小飞吧 他现在在人民医院呢 男人 你怎么知道 听听 你讹传讹是多么的可怕 一个猥琐男 一个小混混 到别人嘴里 成了黑社会老大 我咧嘴一笑 我砍的呀 吴哥现在 也在吃公价饭 这几人就算了 有别的人就赶紧有 一个是杀 两个也是杀 女人惊呼 这样你都没坐牢 我学着他儿子的口吻 精神病吗 杀人又不犯法 这男人倒是拎得轻的 见此走上前 扶起小畜生 按着 他对着我深深聚了一躬 对不起 我们有眼不识泰山 现在我家里名语 也受到惩罚 您大人有大量 放过我们 需要多少赔偿您说 我 跟我说什么 又不是我被欺负了 他们很快反应过来 转身向我妹道歉 我没阻止 慢慢说 你知道我为什么 打这小畜生吗 他跑到家里 来掀了我妹的裙子 我转头往外面 跑掉的几个小孩和家长 都来了 还有你们几个 我妹在学校被欺负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 不追究也可以 自己做了什么 写出来当众念 要不然 我天天晚上去 你们家敲门 外面几人 没想到看热闹 看到自己身上 一时间面面相去 我突然变了脸色 立刻 写不写 写 写 一个小时候 姐人哭丧的脸 磕磕巴巴念检讨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我这才知道 这几个小畜生 平时都做了什么 真是狗见狗都摇头 在学校抽烟 搅槟榔都是小事 把人堵到厕所里 烫烟头 全打脚踢 喂拖把水 在人杯子里吐口水 往同学床上撒尿 本子上 写同学黄瑶 仙女同学裙子 扯女同学那一袋 把女同学卫生巾 当众丢到教室里 害得人满裤子血 瓜田里的瓜还没数 他们几人一拳 一个一拳 一个拳砸碎了 别人池塘里养的鱼 他们用泥巴 围了个小水坑 一瓶农药下去 以为只堵死 小水坑的小鱼苗 结果一池塘鱼全死了 他们还互相推脱责任 都说是对方怂恿自己干的 到后面争论起来十分精彩 好啊 原来我家的瓜 就是你们几个小兔崽子 给霍霍的 老子打死你 还有我家的鱼 去年我赔了几千块 差点被老婆骂死 原来是你们几个搞的鬼 赔钱 还以为是变态杀人 搞半天人家是踢天行道 做好事啊 一时间对我的恐惧不见了 全是声讨他们几家的声音 好几个人为了赔偿 和他们吵起来了 我妹拿了根湿毛巾出来 帮我轻轻 把脸上手上的血迹擦干净 小声说 哥哥我们一起去医院吧 我偏头一看 肩膀上还在往外渗血 亲了亲嗓子 你们狗还咬了我 赔钱我就算了 只有一个要求 这几个人到学校 把这些当众再念一遍 众人 好人呐 人家都不要钱 只要公道 笑话 收了钱 还怎么好意思报复 不会以为就这么算了吧 比如他们几个扯皮 我和妹妹动身去了医院 期间 我柔声问他 怕不怕哥哥 妹妹一笑 不怕 哥哥是世界上最好的哥哥 想到离开时 那一家人愤恨的眼神 我知道 事情恐怕不会那么容易结束 果不其然 风波过去的第二天 所有人的目光 被另外一则新闻吸引 三好学生汪熙岳家里 住了个精神病 瞧瞧 这话说的多有艺术感 没说什么关系 只说住在家里 这些人多少是有些 公关天赋在身上的 知道压下热点的方式 是制造一个更大的热点 熊孩子常有 而精神病不常见 何况跟精神病扯上关系的 还是公认的好学生 哪怕妹妹第一时间在学校澄清 还是有人对她指指点点 以前上赶着请妹妹 讲题目的同学们 现在见到她都会绕道走 躲远点 谁知道精神病会不会传染 就是 突然发狂怎么办 不知道会不会咬人 哎 这么好的孩子 摊上这么个精神病 造孽药 对此我很懊恼 没想到回来之后 没能保护好妹妹 反倒成为了妹妹的污点 倒是妹妹看得很开 反过来安慰我 只能用这个攻击我 说明在其他地方 我已经无懈可击了 第一没用的人造黄瑶 第二没用的人攻击家人 哥哥放心 我没再怕的 很好 不愧是我妹妹 那我就放心报仇去了 我打听清楚了 是谁散播我妹的谣言 出主意的是小畜生的爸妈 在学校传播的是那几个小兔崽子 我去校门口踩点 遵守那几个小兔崽子 写检讨的时候 痛哭流涕的忏悔 这还没几天又开始做妖了 到校门口 一脚把一排的自行车全踢倒了 嘻嘻哈哈 看到长得漂亮的女孩子 突然用力撞上去 又故意后退几步 大声嚷嚷 哎呀 什么凶器把我弹飞了呀 然后 在女孩羞愤的眼神中 放肆大笑 一脚把流浪猫踢到墙上 用打火机点猫毛 绑起来拖在自行车后面 被发现的时候 已经不成样子了 我在校门口找了个帮厨的差事 专门给人处理食材 什么猪蹄牛蹄呀 羊头狗头啊 用喷灯火 把上面的毛烧干净 我把在家杀了那图狗头清理干净 火烧过之后 狗头变得漆黑 刺着牙十分猙獰 和小猫尸体 一起用漂亮的袋子密封起来 寄个蝴蝶结 花一百块钱 让人放到他们书包里去 每天换一个人 人人有份 这几天放学 果然收敛了许多 狗狗碎碎 东张西望 那几个小兔崽子一出现 我就开始砰砰砰剁狗头 然后打开喷灯 火烧在狗头上 把上面的毛烧得干干净净 每剁一刀 那几个小兔崽子 就浑身颤抖一下 当我把狗头烧得漆黑 只能看见一双空洞的眼睛时 我就看到他们两条腿 各走各的了 我还隔三差五 给他们送点小礼物 开了肚子的扇鱼 扒下来的青蛙皮 翻着白眼的丫头 断了头的甲鱼 他们好像很喜欢我的礼物 高兴的都哭了 持续一个星期 终于全部哭着进了医院 不知道会不会成为我的病友 折磨完了小的 还有那对男女 在他家附近转了几天 我才发现 那小畜生从小变态耍流氓 还真不是无视自通 男人天天一脸猥琐 见到一个雌性 就讲有色笑话 连80岁的老太太都不放过 见到路边停了一辆车 就往人车屁股行车记录仪上 塞口香糖 女的天天到茶馆打牌 输了钱就在门口撒泼 谁要是推她一下 立马躺地上要钱 我潜入他们家里 躲在卧室的床下 别说 这两夫妻还挺注重健康 半夜三更都在运动 眼看这叫声明显后劲不足 我在床下干着急 于是我偷偷爬出来 热心地说 兄弟 你这有点慢啊 我来助你 说着 在他们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用尽全身力气啪的一声 拍在男人屁股上 啊 女人瞳孔地震 疯狂尖叫 应该是爽到了 嗯 我真是六余助人的好公民 男人就比较惨了 猝不及防摔下床 对着我怒骂 我CAO 你他妈是不是有病 我一脸真挚 是啊 你不是知道吗 男人脸色变了一下 没想到我这么快就找上门来 也不磨技 果断打电话报警 警察叔叔很快把我带去问话 还请我喝了三天茶 第四天 我又出现在他家 男的不在家 女的正领的一个男人往家里走 看来那天晚上对男人伤害有点大 女人要另谋出路了 作为正义的群众 怎么能坐视不管呢 于是我立刻拨打了警察叔叔电话 你好 我要举报有人卖营调娼 好巧不巧 当天的男人也被抓了调娼 美其名曰找人刺激刺激 结果二人深夜 在警察局双双相遇 情人相见 分外眼红 都激动的抱在地上打滚 就是有点太激烈了 男人破了嘴巴 女人亲了眼角 二人一脸鼻青脸肿 回到家的时候 我正坐在他家大门口 悠哉的嗑瓜子 热情的跟他们打招呼 你说巧不巧 我又来了 男的鬼叫 我吵 你怎么又来了 我从警察局一出来 我就找你们来了 你说这感情深不深 男的似乎明白过来 双目圆瞪 是你 是我 你他妈是不是有病 是啊 你都问了两次了 这很难记吗 男的一脸无奈 我求你了 你能不能放过我们 我真的怕了你了 我走过去拍他肩膀 瞧这话说的多难听 要不是我 你能发现自己头上的青青草原吗 你应该感谢我 男的扯嘴 我谢谢你啊 女的也加入战斗 你信不信我又报警 我无所谓 抱呗 抱了我过几天再来 男人 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肯放过我们 我 你就是这么感谢我的吗 不请我进去喝杯茶 他们艰难的挪开 我进去率先坐下招呼他们 来 你们也坐 都跟自己家里似的 别跟我客气 男的还算冷静 给我倒了杯茶率先说 如果你找我们 是因为你妹妹的事 那你找错人了 这是真的跟我们没关系 我点点头 我相信你 男的喜出望外 真的 我一脚踹在他脸上 男人脸色铁青 你不是说相信我吗 我微笑 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 咋还这么容易相信敌人 男人恼羞成怒 抄起凳子 妈的 老子今天给你拼了 这回换我喜出望外 掏出我心爱的小菜刀 来来来 等这一刻我等得太久了 男人呆愣 默默放下凳子 见此我亲切的笑笑 都说不打不相识 我们这也算是缘分了 来来都坐下 倒杯茶 两人颤颤巍巍的 到了茶就要喝一口压压惊 我一刀劈在桌子上 我让你们喝了吗 二人 下了一个机灵 又不敢动了 我又微笑 开个玩笑 喝吧喝吧 二人刚喝一口 我突然掀了桌子 茶水似箭 让你喝你就喝 女人顿时尖叫 啊 我受不了了 神经病 唉 我亲切回答 不是说我神经病吗 并给你们看看 不是 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走 我气定神闲的喝茶 指着两人 急什么 茶都喝了 不请我吃顿饭 你 别垮个逼脸 赶紧做饭去 你 杀个鸡去 当着你儿子的面杀 他最爱看这个 做饭期间 我出乎意料的 没再为难他们 而是导过重要的事情去了 一个小时之后 四个人围在桌前 他们一家人 和我 男人准备率先开吃 我一巴掌打落他筷子 吃饭也没个仪式感 去放个电视 男人忍了又忍 去打开电视 电视一打开 就放出不可描述的声音 正是嫖娼那天拍的视频 男的冒了清惊 CEO你妈的臭娘们 女的尖叫着 就要去关电视 我真觉得 他只怕是个吐蕃鼠精 哐当菜刀 披在桌上 食不言 寝不语懂吗 吵吵闹闹 还吃哪门子饭 二人开始男抹女类 我又一刀下去 吃 女人不死先哀求 关了吧 孩子还在呢 对孩子不好 我一巴掌把他拍在地上 都知道先裙子了 怎么不好了 要不是你们 没进行性教育 好好的孩子 能变成了小流氓 我这是给你们补上 都给老子认真看 然后指着小孩 看来给我写的一万字心得 我明天检查 吃了三分钟 女人叫声实在是太激动 男人终于忍不了了 冷得抓住女人头发往后扯 左右开攻击耳光 边打边骂 臭婊子 烂货 垃圾 我让你偷人 让你偷让你偷 女人也反应过来 尖叫着扣他眼珠子 你敢打我 你自己他妈当里 掉个葡萄干 找鸡人家都不要 你有脸打我 男人女人同时暴怒 撕打成一团 你揪我头发 我摇你耳朵 真是赏心悦目 只可惜 一大桌子菜没保住 还好 我有仙剑之名 端了一盘鸡 坐沙发上看戏 酒足饭饱后 我亲切拉着男人的手 我知道你守不得我 夜我就不过了 明天来你家吃早饭哈 男人哭了 你能不来吗 我不能 就这样 我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两口子每天都热情地邀请 我去他家吃饭 盛情难缺 盛情难缺呀 第一天 我带他们重温的视频 富有感情地朗读了 小孩写的学习心得 不得不说 这小孩有天赋啊 龙共写了不足一千字 还写了八行吃饭的过程 我吃了一口又一口 我吃了一口又一口 饭量这么大可不行 于是第二天 我就带着他们全家减肥 牵了全村在兄的狗 在他们屁股后面挂块肉 邀请他们一起跑步 后来又进一步改进方法 牵着狗对着他们亲切微笑 嘿 我追你 如果我追到你 我就把你黑 嘿 嘿 家人们 这个减肥方法清测有效 几天下来 狗都瘦了 第五天 我又想到个好办法 我拿着他贴行车 记录一口香糖的照片 热情地邀请了朋友们 举办铁丝绘画比赛 在男人家的车上 一天下来 给他的车免费对了个皮肤 第六天 我垄断了全镇的分水 倒在在他们家门口水塘里 举办了一次家庭游泳 party 每人必须在泳池里游够三十分钟 我处着铁锹 亲自守在岸边 谁敢上岸 就给他一铁锹 没想到那男人是最先坚持不住的 率先爬上岸边 还想邀请我一起参加 那怎么行呢 我又不是他家的 邀请我吃饭已经很不好意思了 还去他家参加家庭派对 这多不合适 不礼貌 不礼貌 于是我礼貌拒绝 并热情地给了回礼 胖胖胖击铁锹 他高兴地谢谢我 啊 咕噜 我咕噜咕噜 你 看来是对我的回礼相当满意 只是到第七天 我到他家的时候 家里竟然人去楼空了 就说全家连夜搬到外地去了 靠 真不够朋友 我懊恼回家去 对好朋友的不辞而别 产生了浓浓的不舍之情 半夜坐起来 愤愤地骂 甚是完不起 结尾 本以为我就这样 永远失去了我新交的朋友 没想到妹妹放学回家 神神秘秘交给我一个手机 上面一个小红点 在快速移动 我疑惑 我妹狡黠一笑 哥哥的心思 我能不懂 我在李明语书包里 塞了个定位器 我脸色一白 我做的这些 我妹全都知道 不等我问 她直接回答 嗯 知道 那你不害怕哥哥 在妹妹面前 我还是竭力想做个正常人 这次轮到妹妹过来摸摸我的头 当着我的面 露出了一个极其甚人的笑 我的傻哥哥呀 你怎么知道 我们不是一样的想法呢 你不知道 我们家的精神病 是家族遗传吗 这话我听懂了 我想当着他做个正常人 他想当着我做正常人 去他的正常人 发疯人才是最屌的 于是我俩对着手机里 不断闪动的红点 露出了兴奋的微笑 家人们 我们来了 嘿嘿 全文晚安